得知约基奇哥哥背景前 巴特勒是这个反应 得知约基奇哥哥背景后 巴特勒和加内特一样 成了且战且退的代言人 这约基奇的哥哥真实实力到底如何 和佩克维基相比 谁的成色更硬 约基奇的大哥 今年41岁 身高达到了2米13 他也曾是篮球运动员 他的长相相当彪悍 他在2019年的时候 曾经在酒吧醉酒闹市 还攻击了一位女子 差点闹出人命 因为这件事 约基奇的大哥 还被判了一个二级攻击罪 不仅如此 他还曾经酒后驾车 也被指控过家暴 总而言之 丹佛的邻居 把他称为混蛋 约基奇的二哥 也曾是篮球运动员 因为成绩不佳 转战拳击场 在2019年的一场比赛里 这位205磅的轻量 跆拳选手 不到一分钟就KO了对手 在佛罗里达 约基奇二哥 在拳击领域 可以冲击前15名 他们都来自巴尔干半岛 这个地方叫做欧洲火药桶 在2020年NB赴赛前 巴尔干男孩 曾经来了个聚会 里面有努尔基奇 祖巴茨 东基奇等人 鲁迅先生说过 惹谁都不要惹巴尔干男孩 否则你将会永久 失去你的黑色轰炸机 从另外一张照片 也可以看到 约基奇本人 和NB民宿 佩科维奇私交不错 这个佩科维奇 可不是一般人物 他是出了名的遵纪手法 钢筋联盟的拉文 在他面前连大气都不敢喘 穆罕默德 被他当作擦手巾 佩科维奇的家族是黑帮世家 退役后 佩科维奇接管了家族生意 还当上了国家篮球队总经理 可以说是黑到白到通知 所以和佩科维奇相比 约基奇和他的两个哥哥 目前都是小弟级别 而约基奇的哥哥 用我们的中国话来说 就是美国版的 该溜子肩保镖 巴特勒和约基奇的哥哥 硬碰硬 不仅讨不到好孩子讲身份 有意思的是 今年总决赛 约基奇和巴特勒将再次相遇 他们会擦出怎样的火花